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我的四周 有谁需要被保护呢? 而我可以怎么做呢? 路德其第三章 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是邀请与回应 是婚姻的邀请与承诺 路德与博士美好的互动 首先我们看到拿尔米婆婆 为路德着想 要为你找一个安身处可以享福 意思是 期待路德可以有婚姻 有丈夫 于是吩咐路德今天晚上靠近博士 路德照着遵行 当天晚上 博士吃喝欢唱 睡在麦堆边 半夜突然惊醒 发现有女子躺在她的身边 问你是谁 而路德说 我是你的婢女 路德 求你用你的衣巾遮盖我 你是我致敬的亲属 意思是发出婚姻的邀约 而博士 非常尊重路德 他说女儿愿你蒙神赐福 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路德很年轻 她可以寻找少年人做丈夫 但她没有跟随少年人 无论贫富都没有跟随 而是顺服 婆婆为了夫家着想 来邀请博士进入婚姻中 接下来 博士鼓励她 你不要惧怕 你所说的我必行 因为本城都知道 你是贤德女子 我们发现 在这个时刻 博士仍然称赞路德 给她极大的鼓励 而你所说的我必行 明天早上 我要行 而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 而看她愿不愿意尽本分 而接下来 波阿斯没有让路德空手而归 他分布 不要让别人知道 女子到场上 维护路德的尊严 并且把60公斤的大麦 要路德扛回去 路德回到婆婆的地方诉说 给婆婆看大麦 婆婆说 女儿 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的成就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路德对婆婆的顺服 而波阿斯对路德 给她的保护 给她承诺 愿意娶她 并且给她物质的 供应 给她 极大的称赞 给她保护 给她鼓励 何的美好的一个榜样 是的 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四周 有些人真的需要 我们的保护 我们的鼓励 而我们思想 我们可以如何 用具体的行动 用我们的言语 用我们给予她的礼物 给予她祝福 跟帮助 首先教导我们 效法波阿斯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来祷告 耶稣我们谢谢您 波阿斯 活出了一个慷慨 一个美好的样式 给予人保护 跟帮助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也成为身边的人 需要的 软弱的人的帮助 跟鼓励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